文章来源利低科技 其政从商身家曾利压马化腾 曹德旺 被称为黑金王子的仙阳 生命停留在51岁 近日 香港上市公司横顶实业 发布公告称 公司董事会主席 执行董事 以及主要股东仙阳因病医治无效辞事 51岁的仙阳走完了他大起大落的一生 2007年 仙阳带领横顶实业 以中国能源民企境外上市第一股的名头 登陆香港资本市场 35岁的仙阳身价一度超过百亿 他以黑马姿态登上福布斯亚洲最年轻富豪榜 即胡润百富榜 被称为黑金王子 在当年胡润百富榜上排名第41位 高于排在48位的曹德旺 50位的马化腾 此后四年间 仙阳成为各大富豪榜上的常客 他的突然离世令大家唏嘘不已 曾经的同学 下属也纷纷表示惋惜 警校毕业 当过警察和海关工作人员 2000年辞职下海 7年后 成就百亿身家 这是一条充满戏剧性的财富路径 仙阳一路走来 似乎一直从容不迫 但即使今天回望 在中国富豪中 仙阳 依然颇多神秘之处 0.1 1973年 仙阳出生于四川省南冲市西冲县太平镇 仙阳家庭并不差 父亲在攀枝花市政府工作 母亲是一家医院的护士长 因父亲工作的原因 仙阳落户攀枝花 虽算不上大富大贵 但从小的仙阳可以说衣事无忧 1994年 仙阳从四川省人民警察学校毕业后 选择了在西南政法大学修读法律 或许受到父亲的影响 毕业后的他踏上了从政的道路 先后在攀枝花市警队及海关部门任职 并获过中国公安部颁授的三等功 据记者调查走访了解 仙阳警校毕业后 在攀枝花市公安局从事过缉毒工作 仙阳也曾回应过辞职下海的原因 我做公安时曾受过伤 家里人都很担心我的安全 于是叫我转工 之后就进了海关部门 不过由于工作性质叫闷 所以不久便毅然从伤 千禧年间 随着西部大开发的风向 仙阳创办了攀枝花三连实业 正式投身伤害 仙阳将目光锁定了煤矿生意 起初从事胶煤 矿石 化工产品的贸易生意 经历两年的摸索 仙阳开始向上游转型 2002年 他以110万元价格 成功收购大合购煤矿 开启煤炭开采及席选业务 4年 他继续加大投入 收购仁河区太平乡焦化总厂 并成立攀枝花市恒顶煤焦化有限公司 进军煤焦业务 仙阳的创业非常顺利 几年间就先后收购了四川 贵州两省的20个煤矿 两家洗煤厂和一家电焦厂 公司成立没几年 就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煤焦化民营企业 进入四川企业100强名单 2005年12月 三连实业正式改名为 四川恒顶实业有限公司 并启动海外上市工作 2006年 恒顶在开曼群岛 注册成立恒顶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 同年9月 恒顶投资控股通过外资股权并购方式 以3820万美元收购恒顶公司100%股权 使其变更为攀枝花市最大的外商投资企业 在公司形成一定规模后 恒顶登陆资本市场被提上日程 公司启动IPO时 还受到香港四大富豪的追捧 李兆基 李国宝 刘鸾雄 以及郭鹤年 分别入股2000万美元 约1.56亿港元 约占恒顶实业预期集资额4亿美元的20% 事实上 恒顶的在港上市之路并不顺畅 在第一轮 聆讯就迟到了香港联交所 闭门庚 为了能带领公司成功冲刺IPO 仙阳请来了 时任瑞银投资银行部中国区主席的蔡洪平 蔡洪平曾被誉为中国迷营企业海外上市之父 碧桂圆 复兴集团以及比亚迪 的上市都得益于蔡洪平的运作 据媒体报道 当恒顶第一轮领序预措后 蔡洪平马上调整项目的负责人 亲自带着仙阳与联交所沟通 终于完成6亿美元规模的IPO 2007年9月21日 恒顶实业在港交所挂牌交易 上市当天大涨75.4% 仙阳的身价也是水涨船高 即进入了百一富翁俱乐部 2008年 35岁的他成为福布斯亚洲 最年轻富豪榜单上 唯一的四川富豪 同时 他以140亿元身家在胡润百富榜上 排名第41 排在曹德旺 马化腾等人的前面 02 恒顶实业上市获得资金后 先阳步入狂飙的4年 开始大举收购 公司上市的下半年 恒顶就一口气收购了贵州省9个煤矿 耗资15.43亿元 第二年 又拿下贵州6个煤矿 共计18.29亿元 在先阳及恒顶公司的管理层看来 煤炭市场价格下调 公司可以用较低价格 进一步收购煤矿 增加储量 按照计划 恒顶实业在未来几年 将持续收购焦煤资源 合计储量或超过约4亿吨 然而 在公司业绩利润暴涨两年后 业绩开始急转直下 直到2012年 煤炭行业的黄金时期 戛然而止 产能过剩煤价大幅下跌 恒顶实业首次出现亏损 当年就亏损了1.47亿元 为了应对危机 先阳也是非常果断 开始变卖资产 减少负债 首先出售云南恒顶50%的股权 又卖掉亚洲最大的理辉实矿 恒顶实业并没选择出售煤矿 在先阳以及管理层看来 这次危机是阶段性 他们依然对行业未来充满希望 并相信在2014年后 经营情况会得到极大改善 然而事与愿违 公司经营情况并没有向预期好转 亏损进一步持续扩大 从2013年的4.25亿元 扩大至2014年的14.22亿元 到了2015年 恒顶实业压制许久的债务危机 还是爆发了 据中国企业家报道 当年恒顶实业的亏损扩大到22.85亿元 流动负债金额从34亿元 积增至75亿元 此后几年 债务危机始终未能得到解决 公司在各种债务纠纷 诉讼债务重组中 蹒跚着往前走 从创业到走上事业巅峰 先阳仅用了7年的时间 从高光时刻到负债步履蹒跚 也仅用了8年 直到今年9月 51岁的仙阳走完了他大起大落的一生 或许对于仙阳最大遗憾是 直到去世 也没能看到恒顶实业在闯辉煌的那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尽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